大家好 星期二得道 今天是2024年 2月18日 星期一 最近坊間 除了討論美師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話題 也是很多 小市民 殘餘飯後 以及 家庭聚會拜年 他們也會討論的話題 就是 公務員的人工好像很高 在現在香港有過千億的財赤 以及經濟那麼差的情況之下 有專家學者呼籲 港府的高官 以及公務員應該集體減薪 去共渡時間 這件事其實發行了兩三天 而外面越來越多人都認同這個觀點 世界知名的會計師事務所預測 香港2023至2024年度 財政赤子 是會達到1100億的 而香港的財政司 以及一些官員 也放風 說近幾年廣府的財赤 是會流血不止 既然那麼糟糕了 那怎麼辦呢 有沒有甚麼方法呢 開完沒辦法了 唯有節儂啦 是不是節省一點呢 壁科世界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羅兵涵 永道會計師樓 發佈最新報告 他說港府在2023至2023年度 這個 整體的財政收入 是6510億 支出 是7610億 所以 港府的財政赤字 會達到111億 根據羅兵涵永道的報告 本年度 香港利得稅 以及新鳳稅收入 是2645億 整體印花稅收入 是650億 而全年賣地收入 只有370億 其中 賣地收入的跌幅是最大的 比港府原先估計可以賣了850億的地 是低了56% 而政府的整體支出 就跟他原先的預測好一致 是7610億 洗 就洗大了 賺就賺不到 怎麼辦 省一點 政府叫你省一點 根據羅兵涵永道的估計 截至今年的3月31日 香港財政儲備 是7248億 只是夠政府洗11個月 未來幾年 港府會面臨 一個很高的財政赤字 不只是羅兵涵永道 還有安永、德勤 多間這些Big Four世界性的 會計師事務所 他們 也紛紛估計 本年度港府的財赤 是1200億至1500億 包括香港會計師工會 特許供應會計師工會等等 而使用那麼大 怎麼辦呢 現在財政儲備其實已經低過7000億 根本是不足以應付政府一年開支 港府公佈資料 資料顯示 港府財政開支大增的一個主要原因 是近年 政府的規模不斷膨脹 公務員編制已經增加到20萬人了 而在過去的10年之間 香港公務員的薪酬和退休開支有增無減 去年的開支 竟然到了1400億 創到歷史新高 近期港府也有意對外放風 要求增加收公共服務的費用 也提議加稅 減輕 財政赤字 被指向市民開刀割韭菜 對此 香港各界 這個輿論也大幅反彈 批評政府新高良準人多 但是 搞不好香港經濟 也使得股市低迷 樓價崩潰 香港前景被外界批評為 金融為止 不是只是外界的 我們自己人都是說我們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為止 包括內地的同胞 內地的同胞 香港的意見我們是很接受的 我們也是很尊重的 所以香港今天為止 我們認為是 合當的 所以各界也有人發聲 要求港府要參考2000年代這個滅赤的經驗 令到公務員瘦身 減身 有經濟學者直接呼籲 首長級官員最少要減身 10% 和市民共度時間 亦都是為他的政績表現不好 向市民作出交代 這是應有的擔當 其中一個就是李兆波 呼籲政府減身的專家之一 李兆波在2月14日情人節接受自由亞洲訪問時表示 增加公共服務 最多只能夠為財政帶來個位數的增長 增加稅收 社會爭議很大 而公務員 以及資助機構員工的薪酬開支 佔政府經常性開支的四分之一 比創很大 如果港府高官可以減身10%以上 他的救火效果 顯而比加稅更加有效 如果減10% 也有幾百億 即時大大減少了財政 其實是100多億 因為一年1400億 你減一成 所有公務員減一成 只是省回104億 其實一成是不夠的 我們如果要參考 應該參考內地的做法 大陸 公務員減多少 減多少 以深圳公安為例 深圳公安 基本的起身 起身點是7000元左右 當然 他們連上職效 即是獎金 花紅 職效 還有 津貼 他們有很多津貼的 房屋津貼 交通津貼 膳食津貼 甚麼津貼 加加盟 一個公安 在疫情之前 是有兩萬多人民幣一個月的薪金 現在多少 現在沒有了 所有的津貼 職效 獎金 花紅 全部都沒有了 現在底薪7000元 還要再減一千多 以我所知 現在是 五千多是硬挖的 沒有任何的津貼 沒有任何的東西可以加給你了 即是說 五千多元的薪金 以之前兩匹多 現在是五千多 即是減了多少 四分之三 我們認為香港公務員工太高了 那麼高的人工 其實是沒有辦法 維持住 香港政府的龐大開支 最少要減一半 公務員只要減一半 就可以省回700億 700億 當然連長逢也要減 700億的開支 即時令到香港財赤大大減少 這個是他們做得到的 政府 尤其是特首李家超 四十多萬一個月的薪金 你也用不著的啦 看你平時那麼節省 出去買幾個水 每次出來演戲 林鄭月娥 給大陸也給500 李家超 沽漢 每次都是花幾百元 那麼節省 錢洗不掉 大陸也帶不下棺材 為香港下一代 除了香港下一代之外 為我們的未來 你應該是 新鮮事足的 我認為 香港 特首 三司十五局 現在是十五局 所有的政府局長 包括 常任秘書長 副秘書長 這些高級的人 其實應該 帶頭 不出薪金 好像特朗普那樣 美國總統 象徵性收一元一年 這樣才適合嘛 你們是為了香港 你們是為了錢 你們是為了個人利益 大家知不知道 我們現在 回歸了祖國 我們應該 總祖國的好東西我們一定要學 壞東西我們一定要不要學 貪污腐敗 官島 我們要學什麼 學雷鋒 我建議香港政府發揮雷鋒精神 由李家超做起 帶頭不收薪金 或者象徵息 一元 總之一元人工 所以 那些甚麼司局長 全部都要這樣做 人人要過關 每個人都要出來表態 如果 不肯收一元的話 其實可以找國安公署跟他談一談 所以我以為這樣做 即時可以省了幾百億 甚至乎1000億也有 因為大家知道 做得政府 當然是有一個 我叫做為香港服務 你既然有心為香港服務 現在香港不行 你就想好他吧 你出了那麼多錢 你幹甚麼事 你花不曉得那麼囂張 是不是 所以呢 我認為 還有說那些甚麼公務員 出糧的 長逢的 可以不用 還有 前任行政長官辦公室 叫他自己付 因為有租約 香港一定要尊重陷約精神 叫他自己付就行了 林鄭月娥 你收了那麼多錢 幹甚麼 有甚麼用呢 現在國家需要來 是不是 你們應該帶頭出來捐 當年 這個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 漢國人排隊捐金救國 我覺得香港政府現在要這樣做 由公務員做起 跟著退休的 全部不要長逢 豆嶺也不要 甚至乎家裏 有餘糧要拿出來捐 例如陳方乾生 有一層玫瑰新村的 幾千萬的 捐出來 我認為 這樣才可以發揮雷鋒精神 除了 不出糧 最好是捐出一些樓 當然啦 如果每個人都捐一層樓出來 經被賣掉樓市 有可能是真的會的 不要緊 將一層樓 租出來的錢 捐出來給政府 跟政府簽了一個長約 未來 99年 我收的租都全部都捐給政府 這樣才是 雷鋒精神嘛 毫不利己 專門利人 我認為 香港政府 唯一可以救這個財赤的就是 雷鋒精神 學雷鋒 這件事才可以救到香港 在這樣的經濟環境 你不是想著那些 吃25元的兩素飯的人出來救你 你們 幾十萬人工的當然要幫忙啦 這節時間 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去康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欣賞廣告 好 香港朋友就來納23條 如果你怕網絡上面可能不安全 不要緊 個人私人方面 要得到保障 你也可以 選購我們的VPN 可以幫到你 很多的 謝謝 拜拜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rkshark的VPN 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各下 的PIA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r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六大優點 大家可以 認識一下Sharkshark的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人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shark的VPN 寸法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逆 十分之快 第二 Sharkshar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管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rkshar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r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rkshark都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shar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在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搞定了 總體來說 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 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開始了